4月錄影7月全體解散 木曜寺轉型變玩很大 海帶海帶海帶 是木曜寺抄完日前播出巴厘島一個屋簷下 引起街坦相依 陽光沙灘海浪沒有仙人掌和老船長 但有KID有比基尼美女有猛男擔當 以為轉錯台不難聯想 可以嗎可以 最難的最難的先嗎 當然 誒有KID有比基尼美女有陽光沙灘海浪有猛男擔當 自轉行程木曜寺綜藝超玩很大嗎 這個東西下一次在玩島 對 月末這才10月 不用10年了 7月驚爆幕後團隊被總辭 木曜寺除了不直播從未提登 4月就預錄了巴厘島四天外景意外預演了畢業集散 我就想說 我很想搭家 因為主持班底瓶子要推出 製作單位安排藝人與劇組人員倆倆溫情告白 誰知道 在不知不覺中淚已成功 幕後人員與女星互相爭執感性喊話弄哭彼此 莫名欲言了全體畢業的氣氛啊 更耐人尋味的是節目有一幕 班底往身後看 有人說出風雲變色 後攝的立場來說簡直是伏筆彩蛋啊 三立語樂集我 報道